现在疫情趋缓 很多民众纷纷飞出国 不过呢 行李箱放了三年 现在拿出来 很多人发现坏掉了 那其实是有人负责在修的 台北市吉林路上就有一间老字号的师傅 在一月份呢 农历年间生意好到 店里面是完全放不下行李箱的 要放到门口去 业者也说 一个月的营业额高达三十多万 夹断行李箱轮子的支撑点 拔出铁的轴心 换上新零件敲一敲 行李箱轮子一可三分钟 四轮不用十分钟 邱师傅就搞定 店门口呢 可以看到呢 现在满满都是航空公司 刚送来准备修理的行李箱 但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往里面走 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里面呢 只剩下一个狭窄的空间 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准备修理的行李箱 十几个行李箱被铁链串一起 上锁编号记录 要夹一到两万的行李箱 店内放不下 只能摆店门 我只修顶级的 我这个修不完 我大年初就开始修了 因为过年前货量太大 我没办法修一些 轮子握把坏或凹陷外壳 就是不靠十几年经验都能修 边坐的电话边响 党育不停上门 电话两天 要先疼掉 自己不会修理 宿的比较简单 这个两个很少 而且你材料不可以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出国 然后一出国第二天就不坏了 但我下个月要去嘛 所以要赶快处理 疫情好不容易趋缓 收轮子几乎千元起跳 加上和航空公司固定 每年千万元合约 获利的数目惊人 不过邱师傅曾在以色列待过十年 连国外旅客也不放过 行李箱平均寿命三年 好一点牌子顶多五年 师傅提醒保养很重要 使用完轮子擦干净清洗后 记得擦保养液装进塑胶袋 下次用才不容易坏 三立新闻新闻 想罗佩与台北